你做什么 我做一个抹擦 这是好好的 你好 你看我的手吗 对 我看你的手 你好 你看我的手 你好 什么 热 我看热 啊 等一下啊 等一下就灭了 你看看看没了 真的小孩不在旁边 才能放松 我以前有小孩之前 我听一些哥哥和姐姐 长辈们都说 我最喜欢我小孩睡觉的时候 我就有点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那后来就懂了 现在真的可以放松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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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下絮葉 快一下 你啊 嗯 啊我的妈呀 啊 呜呜 哦 有两个医生 是我助理 哦 然后又有没有钱 在哪里给你 按呢 他也按 但是他是 早期爬 后来他的力道就不够了 快吐完了 很开心 就终于可以摸摸他 不过我还挺紧张的 因为我把他的头扭过来 就看到我了 其实我觉得他 有可能会感觉到 老婆的味道 还是挺心疼的 因为我有听到就是导演组说 他们这几天其实挺辛苦的 背个大包 我真的很心疼我老公的腰 好了你们这边结束了 刚刚不晓两个师傅在按 有一个在按 按腿的 那是我们的助理 那你助理 身体很轻 我可以感受 他一感受就是一个女的 身体很轻 我这挺好的 我这立场可以 我这男的 是男的女的 是男的妈的 我还可以的 我也能感受到的 按照我直叫 哈哈哈 哟 哟 哟 哈哈哈 辛苦辛苦 这家特别好 辛苦辛苦了 辛苦了辛苦 我说到那个 有一个女生发给我的谁 老老婆来的 你老婆的那个女生 什么结婚了 是老招亲了 老婆 出来啊 他丢了手你不要尝 给我 让你 让你 你们能串多少 就代表你们 我们没时间了 那给回去 帮弟弟 弟弟弄不住了 停一下 练一下 他不能过 怎么什么手里 请进化 想想办法 办法 想想办法 办法 学生 跟我说办法 我叫老爸 老爸 快 闪闪 爸爸 妈妈 还等着 我们 到达 我的 老北 老北 千万别害怕 把那香 冰雪 都会融化 第一次 跟 巴黎 开家 老爸 他心情 该出 那么多 大 想看看 世界 有多大 神情 有怪 都来 猛猛的 他 都没有 怎样 带过 我 十八 都没有 十八 他的经济性就会被调动起来 红天明爸爸可以尝试用我信息的方式来告诉孩子们 我其实很担心 那么用温柔而坚定的语言来代替惩罚 坚持始终如一地对孩子进行正面管教 在事后要告诉孩子这件事的危险性 然后让孩子下次去怎么注意这件事情 这次陈飞宇的做法也是有可取的地方 严厉的批评并不是大声呵斥 而是需要家长有一个足够坚定的表情 和一个不可动摇的态度 让孩子得到尊重的同时呢 又能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 飞宇哥哥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 和我们的孩子进行一次深谈 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了解到 刚才我为什么发脾气 那么以及孩子的错误所在 如果能这个时候给 说猫胎的弟弟一个大大的拥抱的话 他们两个人的心会更好地贴在一起